来 珊娜 问你个问题吧 好 问 你说在这个影视剧当中 一提到这个反面角色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呀 英俊哥 你要是剃了光头 挺像反面角色的 这人不会说话 你觉得像吗 他不剃是不是也像 这谁说的 这是 总之你提了这么一个思路 对吧 就是判断这人是反面角色 你要说他是光头 就更像一点 是是是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光头 他都擅长这个反面角色 但是确实这是一个 挺重要的标志 今天我们请到这位嘉宾 其实就是一位光头 而且经常演反面角色 是一位金牌的反派 这是那位演员 接下来让我们掌描有请 著名演员杜玉明老师 有请 有请 大家好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是我的全家福 这张的是我爱人 因为他跟我是同班同学 我是唱舞声的 他是唱花旦的 我儿子当时才一岁多 现在是得三十多年了吧 我是演员杜玉明 大家好 欢迎杜老师 欢迎来到群晖 你好 欢迎杜老师 你好 中间请 刚才你说我光头也像反派 不光头也像反派 现在站到杜老师的面前 是不是你觉得 我是那好人中的好人了 也没觉得 其实杜老师走进来一看 就特别平易近人 你关键是在生活当中吧 对吧 就不像好人 你们都跟我生活过吗你们 还对 杜老师 刚刚您这张照片 其实我们觉得特别有特点 之前的嘉宾 可能要不会拿一张真正的全家福 是 或者会拿一张演出的剧照 作为开场照片 我觉得您这张照片 好就好在 它既是一张剧照 又是全家福 而且我看到那个剧中 就是您刚才也简单地介绍一下 您是这个京剧科班出身 对 然后武生 而且是 我是学武生的嘛 我做科八年 后来我拍戏也是 不过达比较多 京剧对我后来从事这个影视表演 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来说一下 刚才照片里那个是演哪出戏的剧照 红桥赠珠我演的二郎神 关于二郎神的这个戏 其实我们看的还真不是特别的多 有没有一些个什么 二郎神的特别的动作 您还能回忆起来吗 二郎神大家都知道 它用的是那个挤 其实真正上台之前呢 要贴一个眼睛 贴一个 因为二郎神是三只眼嘛 川剧也有 也有这个二郎神 他们特点是 要三只眼的时候 他会贴一个正腿 就是拉开以后 一个正腿 他就从那个 从后点把那个 沾到了上 这是川剧特点 但京剧呢 京剧是不以这个为常 京剧是上去就贴好 京剧比较讲究 一朝一世 规矩就很 我们叫很关忠 全英会是一档传统文化的节目 大家也非常喜欢看京剧 我觉得今天这样 杜老师来了 先让杜老师自己展示一小段 我们看看 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 这个呢 在京剧的时候 这个叫大枪 它不是二郎神用的那个挤 耍这个枪或者挤的时候呢 它的用法和那个比例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可以代替 您先简单来点 我们先在边上观摩一下 好不好 这样简单的 这样简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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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一下 转身 转身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这样 还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就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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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 好 好 您教他简单点的 正面这样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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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捣清楚这手吗 大概 我帮你拿着手卡 大概捣一下 来 我们都躲远点 都躲远点 刚才谁说我像坏人那个 来 走 这我学会了 好 架势不错 抓尾 对 抓尾 对 抓尾 可以 反正 对 差不多 反正 亮个像吧 亮个像吧 怎么样 这杜老师 您给我们亮个像吧 看这个最后再亮 这个大枪 不管是大枪还是大刀 我们基本上是枪 枪头是冲怀里的 最后亮 亮是这样的 这样亮 这样我们觉得 太偕要拉胯了 像看门的 对 像看门的 我说你土匪一点都不冤枉你 谁说 你们看我这像土匪吗 说出这个台词 就不像土匪了 那你说一个 乌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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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京剧得做客 八年 十年 这你让我一上来我就会 你也是难为我 但是也看得出来 我们杜老师确实有功底 中文字幕组